美国之音乐 十年 我接受NLP 已经十年了 从我打成第一次开始接触NLP的时候 很感恩 很感恩由我太太 就是我太太的关系 就是让戴志祥老师 给我得到NLP的期末 改变了我这十年来的人生 这十年是我一个很漫长的十年 我经过了七个不同的律所 七个不同的工作环境 经过了人生这个阶段 我体会到的就是所谓门场所的重点危机 重点危机其实是在你面对事业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同时你要跟这些孩子在成长的一些在改变的一个状态 包括你父母一直在年纪越大了那种情况 除了这个世界你要坚固 同时你还要坚固到两性之间的一个关系 之前的我 是面前的我 和你今天现在看到的我 是一个很不同的patrick 是一个脾气很凹躁的patrick 很执着 很喜欢什么都来比较的一个patrick 也很 带着很多都是愤怒 不平 不傲得不平的一个patrick 今天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从我们这个改变之中 我们经过许多一个阶段是 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距离 孩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蛮在高的 有的时候甚至 我回家我女儿就躲在房 我在回到家的时候 internet跟我太太在联系的时候 我太太问 你有什么要跟爹地讲吗 我没有话讲 很感谢 很感谢这十年来 我从开始对戴老师 戴志强老师的态度 从开始他做NLP的时候 他开始发起了一个美好事业的时候 去说 去追寻他的理想 去当一个遇到事的时候 我是不接受的 我是说 干嘛你哪里 你家人的这个经济状况 拿去做这个鼓励 你知道你这样子 你会把你的家人放在一个怎样的状况吗 从我的不接受 到我的质疑 到我的 认同 到最后的尊重 其实 我不知道其实看 我没有很尊重的 虽然他是我的呆口罗 但是 现在的失忆分 感的 其实也是透过一直我太太的团变 一直在转变 影响了我 所以NLP说 是一个人是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 但是 是可以影响的 现在 我们的这个家庭 大老师在中国一回来 我们都是抢做要跟他拿到团团的时间 他真的是造就了我们 现在每个人的家庭都在改变 我要分享的成果实在太多了 我是想是用我的一个状况 让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每十年我们去拍一张照片 这是 十多年前的 这是最近的 就是三年前的 我是想说 真的 如果大家能够 去用心去感受 这个世界 我们太多物质的东西 精神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小的 其实我们可以 很深的 还有我们对将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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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